热衷于抓娃娃的小姐姐们怕是要心酸一波了 根据所长对胡可一家的研究发现 抓娃娃也是要自带好基因的 最近有网友在商场的抓娃娃机前 捕捉到了胡可和小鱼儿母子俩 小鱼儿一脸兴奋 胡可怀里抓到的娃娃多得都快抱不下 想想当初胡可曝光大儿子安吉专业抓娃娃的视频 兄弟俩抓娃娃的基因妥妥是100分了 而就在今天凌晨 胡可还在微博晒出小鱼儿在海边玩耍的照片 眼神认真小肉脸巧可爱 轻轻松松就做到了天然伊兹马 骨骼也是很清奇啦 满屏幕大写的萌萌哒 大概也是小鱼儿骨子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啦 胡可都忍不住吐槽平时在家里 弟弟在哥哥面前可是弱小可怜 但很机智的 打 真打 弟弟怎么和哥哥打 他打不过呀 他还手 然后要不然就还手 趁哥哥不备打一下就跑 后来那天特别逗 他俩在那打 然后呢 哥哥一打他 然后他就说 他在那哭妈妈 你叫我干嘛 你打回去啊 难怪胡可妈妈音才失教 为硬气的安吉 报了钢琴班和跆拳道班 而戏经本经小鱼儿 就去学戏剧了 跆拳道就是他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可以留一个运动 然后钢琴 钢琴有一个 那你有给弟弟报班吗 弟弟有一个戏剧班 完美继承了老爸杀意 优良基因的小鱼儿 未来大概也是情景喜剧界 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啦 我愿意评论 我愿意评论 我愿意评论